谈点神奈川线 六大体能怪 第六名 神中一郎 刚进入海篮的阿神 跑得不快 跳得不高 这让他在球队难以立足 好在阿神没有就此放弃 每天拼命练习投篮 从一名中锋成功转型为一名射手 除了练就一手精准的三分球 阿神的体能也得到极大提升 根据教练高头回忆 阿神每天都会加练500次投篮 从不间断 而在球队放假的时候 阿姆在海边冲浪 青田在街上遛狗 唯有阿神还在坚持锻炼 海篮强大的秘密 阿神的三分球之所以耽误许发 和他充沛的体能不无关系 作为一名射手 影响准度的因素有很多 但体能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而阿神不被盖100%的命中率 侧面也说明了其体能的强悍 第五名 青田心肠 青田的打法即使非常消耗体力 由于其不擅长投射 他就只能不断通过跑位 寻找潜入篮下的机会 再加上自身比较矮小 青田需要跑得更快 跳得更高 才有机会得分 而在防守刘川峰时 青田也是卯足全力 陪着罗卡瓦满场飞奔 比赦刘川峰处于暴重状态 用透支体力的方式疯狂取分 防守卫的青田同样压力不小 体能消耗也不会比刘川峰少多少 虽然青田的确被对方狂掠 但最先倒下的却是刘川峰 因此在体能方面 青田更胜一筹 而在和刘川峰死磕了一阵场后 比赛最后青田仍有余力 封盖掉三井的三分绝杀 这一球 青田先是以机会的速度 从内线跑到外线 然后在高高跃起 用指尖碰到了皮球 这些都足以说明 其身不见底的体能 第四名 工程良田 工程是湘北 唯一没有被幻笑过的球员 除了打桑普台 是中途上场 其他比赛 工程全都打满了全场 似乎老爹从来就没担心过 工程的体能 作为湘北岛快攻发动机 工程的体能消耗 不可谓不大 可即便这样 他依然能把 经过天刚魔鬼训练后的 直草跑趴下 面对湘王 工程更是顶住了压力 比赛一开始 他就利用速度和一幕配合 打了湘王一个措手不及 之后的大部分时间 工程都处在身经的高压之下 到了下半场 湘王更是继出全场紧逼 这一度让湘北连半场都过不了 安息紧急叫下暂停 并把突围的重任交给了工程 工程也不负所望 用自己的速度 成功破掉了湘王的看家本领 而在比赛最后时刻 湘王顾忌重施 再次使出了全场紧逼 然而这一次 工程很轻松的突破了防线 湘北的这个小个子 似乎有着用不完的体能 第三名 仙道章 仙道原本打球可以不那么累 奈何鱼柱这个傻大个儿 老是出状况 仙道不得已 只能一个人大量分工 对战海南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七分钟 鱼柱硬和裁判终制 被提前发下 这让原本还烧战上风的林南 场面急转直下 仙道只能尽其所能 弥补鱼柱不在的缺陷 进攻上变得更加犀利 即使一队多 也能将球打进 接着转头防守阿牧 断掉传球后 立马又投入到进攻当中 在如此快捷座的攻守转换下 仙道论式挺到了比赛最后一秒 甚至还有鱼里设计 差点帮助球队完成反杀 因为这一战 阿牧在心里面认可了仙道 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 第二名 木生一 帝王牧除了拥有强大的核心力量 另一个支撑法宝 就是他用不完的体能 海南的进攻绝大部分 都要围绕着阿牧进行展开 无论持球单打 还是突破那些助攻队友 阿牧都是做得最多 会盯得最死的那个 而回过头来 在防守上 阿牧同样也是最辛苦的存在 普通高刹之流 距离顶尖球员仍有差距 阿牧只能不断协防 帮他们擦屁股 真正从一号位 一直防到了五号位 但你有见过阿牧长得过皮态吗 对 从来没有过 这就是帝王牧的恐怖所在 第一名 鹰木花刀 相信很多人已经猜到了 没错 能比帝王牧体能更变态的 当然只能是 整部动画里的最强bug 鹰木花刀了 高头就曾评价 鹰木花刀的运动量 已在阿牧之上 其他的奔跑速度 弹跳高度 都已超越阿牧 而在保持如此高 运动量的前提下 鹰木硬是从没有感觉过疲惫 甚至还能使出 违反自然规律的 逆天大猫 而安息的一周两万球训练 别说漫画里 就算放在现实世界 也是极其困难的挑战 平均下来 一跳出手2857次 每天宣练8小时的话 每分钟要出手6次 再来看好像不是很难 可实际试试就知道 能坚持一两个小时 就很不容易了 而且这里鹰木 每次出手 都是标准的跳投 更加下火体力 所以能完成这个挑战的 也只有全书最强体能怪 鹰木花刀了吧 你有不同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我是猫叔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